歡迎來到這個妄想世界 講一下我自己身邊發生的事 我投資的方向 還有最近的經濟是怎樣 昨天大家就賭CPI 因為星期二明天 今晚 今晚美國那邊就會出CPI數據 大家都很震驚 但是其實星期一就出了資料 有人已經漏了風 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一早就知道 很有趣 虛擬貨幣 今天想說這件事 因為這三年除了疫症之外 最受關注的肯定是虛擬貨幣 因為你看到經濟又差 每個人都想著搏一下 聽虛擬貨幣又說會升到一百萬一個 跟Tesla那件事一樣 又是好像一個局一樣 昨天Tesla也是單日跌成六七個巴仙 從二百多元一直跌到 一百七十元都支持不到 即是跌得很急 我之前也出了一段 韓國人衝進去賣 連樓都賣了 走來就買這些Bitcoin 還有買Tesla 為什麼會這麼熱衝投資呢 因為覺得樓價貴 很多地方都一樣是樓價貴的 很多人買不起 但是如果你買了這些資產 更加永遠買不起 因為跌幅非常驚人 所以投資就是極之要小心 我也因為 我這裡的台上分享了一些真實的個案 沒有一個台上分享這些真實的 因為上次我都被人偷了三十萬 即是那些Bitcoin的價值 我都立刻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自從那一次之後 你說跌錢是不是不好呢 其實我又不是不好 其實我那些失敗的經歷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幸好我輸了三十萬 跌了出來 首先第一 因為我那時候 是接近高位 都五萬多元的時候 那個Bitcoin 我損失其實少了 因為現在都跌了一半以上 或者可能損失 其實實際上只是損失十幾萬 但是我是存了很多年 我的Bitcoin 我是很低很低的位置買的 但是我在裡面 我又學了一件事 就是它是很不安全的 是親身見證過 是真的非常不安全 那就變了 現在這個平台 甚至有些平台 是倒閉的 自從FTX那個事件之後 其實你留意 每一天 有十萬個Bitcoin 是在那些平台抽錢出來的 這些平台大家要小心 因為很多人都不信任 不敢放錢下去 因為 我也說 就算它的技術沒有問題 就是我撇開它的技術是有問題之外 就算它的技術沒有問題 它的平台都可以拿你的錢 是挪用的 亂用來做其他投資 做槓桿 其他東西 你是控制不了 所以它不監管是有問題的 OK 那中國政府就很聰明 一年前就全部停 就是 禁止了 不給它買 那最近呢 剛剛呢 昨天的news就是 63位被人抓了 在蒙古那裏 就是 虛擬貨幣洗黑錢 不少的數目 120億 非常非常之大 那以前呢 如果你經銀行去做 或者地下錢商這樣做 都追到的 那自從有了Bitcoin之後呢 你看到那些詐騙是多了很多 因為你可以用Bitcoin虛擬貨幣 追不到的 那你被人騙了錢之後呢 它知道Bitcoin一傳出去 根本就追不到 所以呢 很容易做一個 就是洗黑錢 那尤其是你看到東南亞那些 很多的騙案呢 那些騙案呢 越來越厲害 那個額就越來越大 因為這些人呢 根本就抓不到 那變成你助養了這些人 這些騙案呢 在越來越多 所以一個現象出現呢 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呢 就配合了 為什麼呢 那些騙案越來越厲害呢 就是因為 有些這樣的技術 在後面back up 那所以呢 大家要極之小心 買這些貨幣呢 要不就save在自己的帳戶 不要放在平台那裡 大家注意啊 突然間倒閉呢 你真的呢 沒有監管機構追得到啊 這個才麻煩啊 所以呢 上次我被人呢 偷了之後呢 我就說 我報警也懶得報了 因為知道肯定是追不到的 所以你都可以節省 那所以 尤其是Facebook上面那些link呢 很多都是假的 那就自己要小心一下 尤其是Facebook呢 因為呢 已經是那些 就是專業人士的窩床了 因為呢 很多那些 就是 專門是 尤其是Facebook上面的link呢 是做一些假的link來偷錢的 那 非常之活躍的 那 而且呢 很多人呢 是投訴過很多次呢 Facebook仍然放在那裡的 那就 可以騙完一次又一次的 那 甚至有些人呢 是偽務其他人的 網站呢 然後呢 就在那裡呢 是收人錢的 那沒有提供任何服務 那 那有些人呢 甚至是 就是投訴過幾次呢 根本呢 就沒有人理過的 那所以呢 大家要留意了 就是不要盡信啊 總之要小心 那另外呢 幣安網站呢 最近呢 也都被美國調查 那 幣安已經是最大的交易平台了 大家要小心啊 這個又 又出現了另一個變數的了 就是一件事出現的時候呢 一開始是沒有什麼人注意的 那 但是呢 講一講一講呢 又有 又有事的 總之是自己小心一點 這個呢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說 如果大家留意呢 這個我在Patreon裡面有講過 那 就是呢 其實呢 美國和中國那邊 都在研究數字貨幣的了 不是一天半天的了 他們延長了很多年了 那會不會呢 那 對Patreon的地位 有 有一個影響呢 大家要極之留意了 因為政府是不容許呢 其他人呢 是亂把錢調來調去 因為這是國家的收益來的嘛 所以呢 更加要留意 就是那個 數碼化貨幣的發展 那香港呢 那香港呢 還說呢 就想搞這個 就是這些交易中心 但是呢 帶前提呢 就是 究竟用什麼平台呢 會不會用回 已經有的Patreon 或者Ethereum呢 那 就真的很難說了 所以呢 投資千變萬化 一定要呢 就是一路學習 一路去實踐 我個人呢 就是 我喜歡實踐了先的 我一路做一路學習 雖然 不是每次都可以 但是呢 最低限度呢 我可以避到風險了 是不是呢 那我真的買了 那如果我扔幾百萬下去呢 我這次呢 已經損失慘重了 那就是因為呢 就是上次這樣的經歷呢 我就對它很有戒心 那一路呢 都沒有再大手那樣買了 那沒有再 就是沒有定期那樣吵啊 一路下去 所以這時間呢 千萬不要有固有概念 你打算實得的東西呢 啊 未必得的 啊 投資呢 就與時並進 去年做的方法和今年都不同 啊 那今年來著呢 是很精彩的 2023年呢 很多機會 那我現在呢 一直都在看著 啊 2023年呢 千萬不要錯過 啊 2023年呢 千萬不要錯過 啊 打算了十二分精神 啊 那你覺得有用呢 讚賞給朋友呢 下面留言討論